在即将翻页的2021年 你把钱都花在哪了 如果这个问题放在几年前 答案恐怕大部分都是买房 还房贷 现在答案就丰富 贷劲多了 日常饮食消费方面 可生食鸡蛋销量增长370% 延迟开养也增长120% 此外 以低卡、低糖、低脂等 作为核心卖点的健康产品 销量增速显著 而且 新品类、新品上市都会有一定的冒险成分 没有人能保证自己对市场的理解百发百中 一个趋势出现一开始很小 我们需要去把对应的搜索商机发掘出来 在供给侧加强供给 包括去做营销行动 去牵引更多曝光 形成一个完整链路 持续做测试 京东零售搜索与推荐平台部推荐产品负责人合真介绍 京东趋势运营核心思路是围绕用户的及时及潜在浏览动线 打造一套完整的趋势分发能力 覆盖全场景、全链路 京东曾提出实节甘蔗理论 以零售、消费品行业的价值链分为创意、设计、研发、制造、定价、营销、交易、仓储、配送、售后十个环节 前五个归品牌商 后面五大环节则归零售商 林琛表示 这份2022零售行业消费趋势新主张 特别关注几个维度 第一是趋势是否符合市场方向 能够给消费者带来不一样的感知 二是在整个消费市场的增速和潜力是否足够有吸引力 三是京东及现有的供给基础的提升 比如 某个品牌供货多少 什么价格 卖场给予什么位置 话语权往往在零售商一方 而上游合作商更多的只能失去保证产能 同时压低成本 以防止自己被替代